去到昨晚 如果大家有看整個美股的發展 最初沒有什麼的 因為就算 莫德納說了新的病毒暫時沒有藥醫 或者疫苗是做不到的話 但是市場也不太害怕的 你看到納治也曾經倒升過 因為始終大家都覺得會習慣了疫情 就算有新的病毒 而且始終你不知道病毒有多厲害的時候 我們就當著他繼續放水炒 誰知道包先生一出來說話 整件事又反轉了 我想現在這條街真的明顯是怕收水 怕減賣債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一出來說話之後 市場就馬上倒水 我想自己也沒有特別去短炒的 我當然吃光了 但是你說中程線坐的就繼續保持 我想我不知道包先生是不是聽了 陶太宇倒轉地球 想玩東西 突然間很奇怪 明明是如果你反過來想 疫情如果有機會再升穩的話 你不存在減買債 或者加息的空間 他突然在這個時候再撲出來說 搞到市場就有點混亂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都習慣了 如果你港股都習慣了 美股應該不會 有什麼特別害怕的 大家自己穩定一些深水股 看沒機會撈一下 我自己的操作都是邊走邊去 短炒 你一開始吃就吃 如果中程線坐的 你不可以追個好位置慢慢吵 現在這一刻的下跌 甚至是因為收水這個原因而跌 你也會有些股份你會撲進去 也會的 始終我自己都是看著電動車 或者元宇宙那些 我想這件事情就不會太過影響 或者始終到市要隊 當它反過來會彈的時候 你都是看著這些股票來炒 你看到TESLA昨天也不是很跌 你就知道其實街上的錢炒是什麼 就等於香港一樣 香港市場每天都說要創新低 但是你也會看到某些股份是很強的 可能又是電動車 或者又是新能源 我想選對賽道去買的話 我就覺得不怕罵 好的 我們又參考一下Marco的策略